洛杉磯縣華人聚居地71便利店遭到搶劫 與最近一系列罪行無關 聖蓋駁駁亞海迪亞市的East Life Oak Avenue 200號街區一間71便利店 在星期六深夜遭到賊人持槍搶劫 案發地點位於洛杉磯縣華人密集居住之地 警方接報賭場 當局的店員指一名男子持槍走入店內打劫 員工由收銀機交出一筆數額不長的現金之後 疑犯隨色乘坐一架深色轎車逃離現場 劫匪被描述為一個身材矮小 大約5呎6吋的男子 身穿綠色迷彩外套 綠色棒球帽 深色牛仔褲 黑色手套 藍色衣用口罩以及白色鞋 就在這宗最新的71搶劫案發生之前一天 也即是上星期五 Santa Anna警方召開新聞發布會 宣布兩名涉嫌在南加州3個園的71便利店 犯下一系列罪行的疑犯 已經在星期五下午1點10分左右 在洛杉磯第23階1900號被捕 被確認為20歲的Malik Platt 以及44歲的Jason Payne 兩人都是洛杉磯的居民 Patt被認為是穿著運動年武衣的人 他在幾次搶劫中被影帝 執法人員也沒有說明 為什麼他們會將71作為目標 也沒有確定殺人動機 但他們的罪行已經造成40歲店員Matthew Hurst 在Brayer店被槍殺 24歲的Matthew Rule 在Santa Anna店的停車場被槍殺 另外有30雙者中有2人已經出院 另一方面 洛杉磯警察局正在調查7月9日 在聖費南多谷發生的一系列武裝搶劫案 是否與71犯罪活動有任何關聯 廠原地方檢察官TopSpitzer表示 預計最早將會在今天提出對兩人的謀殺 謀殺未遂以及搶劫的指控 71公司表示將會全力支持執法部門的調查 並在案發後已經懸賞10萬美元 以獲取導致疑犯被捕和定罪的消息 天后衛視編輯報導 麻疑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